哥哥姐姐 你们在吃什么呀 可不可以给我也吃一点 你们在听 快川之反派又黑化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要去听 第二百四十五集 一阵冷风刮过 众弟子是真的风中凌乱了 大师兄二师兄 这方才真不是我看花了眼吧 那真是大人吗 公六张大了嘴 惊得下巴都快要掉下来了 他们大人平时穿着一丝不苟 一身雪白色的长袍 时时刻刻都是仙尘不染的 可现在 那长袍变得皱巴巴的 他是干了何事 才会把自己好端端的衣袍 摧残成这副鬼样子 还有 他们大人的衣袍是松垮松垮的 腰封都没有记 大人的腰封去哪儿了 大人的肩上 扛着一个被床单裹着的女人 从那因为床单紧贴身体 而显现出的匀称的弧度 可以看出 这床单里的女人 分明不着一物 她是光的 光的 公大和公二都没有搭理她 因为两人都还处在极度震惊当中 何止最冷静的公大和公二 所有弟子都觉得 自己见到了一个假的果实 这 这哪里是他们的大人 他们大人从来不尽女色 从不会把自己搞成这副狼狈的模样 虽然不敢相信 但在场所有弟子都很清楚 大人 他极有可能已经 沾女色了 不 一定不是大人主动的 一定是那个妖女 用了下作的手段 才将他们淡漠 禁欲的大人 给亵渎了 众人 多想坚信 这个理由 可是 若大人 真是被逼迫的 他为何 这般神色自若 还光明正大的 当着大家的面 把那小妖精 给扛回主殿了 那小妖精 呼吸均匀 不是晕倒了 不是身受重伤了 他只是 睡着了 他们大人 将一个浑身 光溜溜的 睡着的妖女 带回了 自己的主殿 众人 都没有说话 物字发正着 因为他们今天 看到的场景 实在是 太令人震惊了 相比其他人 宫时期的表情 倒显得镇定多了 只是 他拢在袖子里的双手 不经意间 握成了拳 周围沉寂了很久 宫大最先回神 他目光一沉 视线忽地 扫过一杆石地 朝众人冷喝倒 方才不管你们 看到了什么 绝不能往外泄露半分 就算是在 默然堂内 也不许再提起此事 若让我发现 谁在私底下 乱嚼舌根 我拔了他的舌头 公大的辈粉 毕竟摆在那里 他可是跟随 大人醉酒的老人 众师弟 向来也敬重他 虽然平时 他也不苟言笑 但甚少 用这么冷冽的语气 警告他们 众人当即神色一正 齐齐汗手 便是公大不说 他们也知道 这种事情 不能到处乱说 公大 遣散了众人 却独独留下了 公十七 公十七 面无表情地看他 大师兄 你想问我什么 十七 师兄我就不与你 拐弯抹角了 我且问你 大人带回来的 那个女人 是不是 十九 你既然都知道了 还问我做什么 公大 目光一沉 猛地朝他一挥手臂 公十七 瞬间 被一股污吏 山飞到地上 嘴角溢出了 一流鲜血 他怒目圆瞪 大师兄 你这是做什么 就算你辈分大 你也不能如此 欺辱你的师弟啊 哼 十七 你以为你做的 那些小动作 没人知道 今日十九 被人召走 可是你给大人 通风报信了 公十七 一伸手 狠狠抹掉 嘴角的血字 同样冷笑出声 哼 我察觉到 那太监 不对劲 及时告知大人 有什么不对 十九 好歹也叫你一声 师兄 你却盼着他出事 大师兄 你的心肠 未免也太硬了 多是 你知不知道 你一时心软 却害了大人 大师兄啊 大师兄 你是不是太高 看十九了 他一介弱女子 如果大人不愿意 他饶食有千般本事 他也勾引不了大人啊 事到如今 看不清现状的是你 大人他 对十九动心了 你明白吗 是大人动心了 十九他就是个妖女 他打从进入 默然堂的第一天起 就没安好心 是他勾引了大人 是他亵渎了大人 我说大师兄啊 你见过比大人 还厉害的妖女吗 就算十九真是妖女 大人对他没心思的话 他就是妖力再通天 也引诱不了大人的 我说你这个外人 就甭闲吃萝卜蛋操心了 十九是不是妖女 大人心里有数呢 你虽为大师兄 可有些事 我这个当师弟的 也奉劝你一句 大人的事 你不能管 你也管不着 说完这些 宫十七便拂袖走人了 宫大看着宫十七 走远的背影 又瞅了瞅 那紧闭的主殿大门 黑着一张脸 回了自己的偏殿 他觉得 或许十七说得对 是大人纵容了十九的引诱 但是若是十九 一开始就不存在 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大人还是那个 仙尘不染的折仙般的大人 不会被这妖女 引诱地从神坛堕落 就冲着这一点 他也绝不会放过宫十九 且说 宫墨染这方 将残宝宝抱到 自己床上放好后 他撤了女子身上 裹了好几层的床单 露出了 女子如白玉一般的身体 宫墨染的目光 落在女子身上 幽暗深沉 他一错不错地 盯着看了许久 直到某一刻 呼吸墨得变重 他才移开了视线 将床尾的被子 铺开 盖在了他的身上 咕噜噜 不合时宜的声音 从小丫头的肚子里 传了出来 宫墨染 微微摇里摇头 嘴角掠过 一个浅淡的弧度 看向他的一双眸子里 一丝浅笑 勾缠着一抹宠溺 从深沉的眼波中 钻了出来 多多 公墨染 俯身凑近女子 在她的耳边 低声唤她 南巡 舍不得睁眼 她太困了 于是 她揉了揉自己的肚子 仍然是闭着眼 嘴上 却嘀咕出声 嗯 大人 我好饿 我想吃东西 您去给我 做一碗刀削面 好不好 好不好 嗯 好不好 公墨染 绝对有那么一秒 蒙了一下 随即 便是无奈地 轻笑了一下 多多 你越发放肆了 竟要本座 亲自下戳 南巡 嘴角弯了弯 含糊不清地道 嗯 反正我要吃东西 嗯 您看这办吧 我饿得这么快 都是谁折腾的 公墨染 屈指 在她的额头一弹 你呀 得寸进尺的小丫头 嗯 好饿呀 嗯 听完这一集 就去吃饭吧 下一集再见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